第九集 叶晨被女孩强行拉到了一辆奔驰大计 虽然她不懂车 但是也看得出这车价值不菲 三人都坐在后面 开车的则是一个大约三十岁的男人 小姐 现在去哪儿 司机问道 女孩忧心忡忡 漫不清心道 回家 随后女孩看向叶晨 自我介绍道 我叫沈梦佳 你一定很奇怪我为什么找你 叶晨摇摇头 不奇怪啊 你是唯一一个识货的人 沈梦佳白了一眼叶晨 从包里拿出一张卡道 想要十万可以 我只要你帮我做一件事 那就是骗我母亲 你到了我家 你要说可以治好我爸爸 但是必须带到山上治疗一年 事成之后我再给你五万 沈梦佳的短发朋友这才醒悟过来 惊呼道 梦佳 你原来是不想给你妈打鸡 才找的这个骗子 但是只包不住火啊 沈梦佳嘴唇颤抖 眼眶里有泪水在打滚 小敏 我真的没有选择了 爸爸得了绝症 根本治不了 撑不到明天了 而且你也知道 我母亲身体不好 如果知道爸爸出事 他也会想不开的 我真的 不想一下子失去两个亲人 一时间 两个女孩直接抱在了一起 痛哭了起来 叶辰也算是服了 他本来还以为 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识货的人 结果 你妈 这丫头 根本不是看中她的医术 而是看中她的骗术 我去 全场最该哭的 应该是她才对 江城北 龙岳湾别墅区 大忌驶入别墅区 在一号别墅停下 随后三人下了车 进门之前 沈梦佳再三向叶辰交代 记住我刚才的话 看我眼色行事 叶辰冷哼一声 没有理会 直接走了进去 两女大眼瞪小眼 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 这么理直气壮的骗子 孟家 我怎么感觉 这家伙不靠谱呢 萧敏道 哎 算了 来都来了 总不能把人赶出去吧 于是 两人也走了进去 别墅三楼 叶辰终于见到 沈梦佳的父亲 后者躺在床上 正在输液 他的眼眸紧闭 嘴唇发紫 整个身子瘦如骨柴 生机全无 这是一个几乎踏入鬼门关的人 世间医术根本救不了 甚至叶辰还感受到 对方身上的死气 死气几乎充斥他的胸膛 一旦溢过头顶 就算大罗金仙也别想救 沈梦佳见叶辰摇头 走到他的身边解释道 这几年 我爸爸一直忙着生意 没有注意身体 上个月检查 突然 检查出了肺癌晚期 我们去国外最好的医院 治疗了一段时间 效果还是不行 医生说 只有三天的寿命了 后来 我们好不容易 从京城请到了邱神医 这才把我爸爸 寻命到这个时候 但是 邱神医昨天告诉我 我爸爸可能 只有一天的生命了 好在 现在我妈还不知道这件事 希望你帮我隐瞒一下 真的 拜托了 钱不会少你一分 叶辰刚想说话 只见一个穿着旗袍的贵妇 急匆匆地走了过来 贵妇的身旁 则跟着一个 穿着白大褂的老者 不用多想 这贵妇 应该就是沈梦佳的母亲 也是这次她欺骗的对象 至于身边的白大褂老者 估摸着 就是沈梦佳口中的邱神医了 沈母来到沈梦佳面前 直接哭了起来 更是死死地抱紧她 哭诉道 家家 我刚才听邱神医说 海华没多长时间了 是真的吗 如果海华走了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沈梦佳美眸瞪大 直接看向一旁的邱神医 她走之前 可是明明和邱神医 串通好的 让她不要说出来的 可眼下的情况 又是怎么回事 这让她有些措手不及啊 邱神医站了出来 坦言道 沈小姐 对不住了 你的那些钱我不能收 这可是一条人命啊 我们医生 要为自己说出的话负责 你 沈梦佳简直要欺诈了 这个老东西也太卑鄙了吧 出门前答应 出门后就直接背叛自己了 就在这时 一个大约三十岁的青年 也走了出来 正是沈梦佳的 同父异母的哥哥 沈梦龙 梦佳 做人呢 要诚实 生老病死 本身就是正常不过的事情 你瞒着妈妈做什么 估计爸爸应该差不多走了 我已经安排好了殡葬公司 到时候给爸爸 办个风风光光的葬礼吧 当看到沈梦龙的出现 他算是彻底明白了 这家伙 一直想要继承父亲的遗产 本来父亲死后 财产是三人平分 如果自己的母亲也被气死 那他自然可以得到更多的财富 卑鄙 恶心 沈梦已经气不成声 当听到沈梦龙的话 整个人几乎晕厥 好在秋神医掐了沈梦的人中 才让对方清醒过来 秋神医看了一眼房间里的沈妇 长叹一口气安慰道 夫人 节哀顺变 沈梦彻底崩溃 更是冲向墙壁撞去 海花 我来陪你了 沈梦家脸色大变 想去拦住沈梦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他离母亲实在是太远了 而沈梦龙和秋神医虽然靠近沈母 却根本没有拦的意思 甚至嘴角露出了得逞的笑容 畜生 你们这两个畜生 沈梦家 沈梦家瞳孔泛着血丝 他的拳头握紧 甚至因为用力 指甲已经陷入手心 渗出了一丝烟红的鲜血 他很清楚 沈家可能就此分崩离析 甚至一夜之间两条人命 怎么办 到底该怎么办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 让所有人意外的事情出现了 一道黑色残影闪过 紧接着 一双大手凭空出现 更是直接抓住了自杀的神母 里面那个家伙 我能治 这一刻 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下来 所有人都瞪大眼睛 看着那双手的主人 那是一个青年 一个其貌不扬的青年 一个一身衣服夹起来 都不到两百元的青年 沈梦家看到夜晨 挡住了寻死的母亲 长嘘一口气 刚想出言感谢 但是一听到他夸下海口 顿时头疼 事情明明早就穿帮了 你还演什么 你难道没脑子吗 看不出眼前的局势吗 神母抬起头 死死地盯着夜晨 更是紧紧地 抓住夜晨的手问道 你 小伙子 你真的能治好海华 真的吗 夜晨点点头 没有多说什么 就在这时 一旁的沈梦龙笑了 妈 这种江湖骗子你也信 爸爸得的可是癌症晚期 整个华夏 乃至整个世界 哪有成功的案例 这小子怎么治得了 啊还有 你看看这小子 毛都没长齐 还学别人治病 开玩笑 秋神医都说不行了 他怎么救 夜晨面色平静 开口道 别人救不了 不代表我夜晨救不了 秋神医也是站了出来 质问道 小子 你有没有 行医资格证 哪个学校毕业的 说不定我还教过你们院长 夜晨摇摇头 没有 这一刻 秋神医和沈梦龙都笑了 嘿 一个连行医资格证 都没有的家伙 还治病 治你妈呢 画刚出口 只感觉周围 卷起了一阵狂风 啪 一巴掌直接落在了 沈梦龙的脸上 瞬间把他掀飞出去 身子更是 撞在了大理石柱上 沈梦龙呆住了 更是捂着脸 死死地盯着夜晨 咆哮道 你居然敢删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夜晨居高临下地 盯着沈梦龙 冰冷的声音 想起 如果再让我听到 那个字 死 龙有逆鳞 处之必死 而父母 就是他夜晨的逆鳞 沈梦龙彻底 不敢说话了 他整个人 仿佛笼罩在 那双眼睛之下 无比冰冷 犹如死神之眼 夜晨看向一旁 呆若木鸡的几人 开口道 要我治里面的人 可以 诊费一千万 在场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还没治居然就要一千万 这也太大口气了吧 沈梦加连忙走了过来 对夜晨轻声道 夜晨 你别演戏了 差不多就得了 我待会出去再给你十万 夜晨丝毫不理会 旁边秋神医也是看不下去了 冷哼一声 一千万 一千万 还真的要得起 你真以为自己是话佗 夜晨看向众人 解释道 不好意思 你们都误会了 一千万 只不过让他醒过来 要想彻彻底底治好他 还需要一个疗程 这个疗程是五千万 不还价 当所有人听到五千万 脸色彻底变了 疯子 彻彻底底的疯子 六千万换一条人命亏吗 当然不亏 而且血赚 但是这也要是 在能治好的前提下 这可是癌症晚期 全世界公认的绝症 夜晨双手插着口袋 给你们三秒钟的时间考虑 我的时间很宝贵 不治的话 我走 三 二 治 我治 沈母几乎吼了起来 他没有退路了 就算眼前的这小子是骗子 他也认了 好 夜晨直接向着那个房间走去 去准备一千万 我先进行第一个疗程 让他醒过来 在这期间 不准任何人踏入此地 说完 他直接把房门关上 留下一脸懵逼的众人 数秒之后 所有人才醒了过来 这家伙 真的能把爸爸救醒 沈梦嘉不自信的道 这家伙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家伙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